基隆市议会议员们考察海科馆对于目前海科馆努力经营的情况给予肯定和支持 特别是民国111年获选为全台最受欢迎博物馆第一名 112年服务人次更高达了272万人次 不过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以及教育处长杨贵杰等人陪同下 市议会考察海科馆主要是关心从民国106年开始的海科馆原BOT案 也就是一般外界俗称的海申管案的官司 目前进度如何呢 海科馆方面表示目前和沁阳公司的地上权官司已经胜诉 预定三月份就可以拿到法院的判决书 所以地上权涂家地上权真的就是要涂家的地上权我可以使用 而也判了只是我判决书还没拿到 但是已经判了那判了就很确定是国民平衡的 那更重要是他也没有再上诉 就是沁阳也没有再上诉 所以由此知道这个地上权确实应该是确定的 就是我等到汉权书确定之后 我就知道地上权属于有段没问题 虽然地上权官司已经胜诉 但是还有连带银行对海申管地基的假扣押案 还得继续依法审理中 从这样权地上权确实应该有一个地基的地基有没有价值 我们海申管一直主张是没有价值 我去把他回归回复 你给他状态你给他复原嘛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复原啊 然后那个原来他怎么跳出来说 他现在扣掉嘛他认为是有价值 所以我才把你假扣押扣住 好那你说怎么解决 问题是一审法院又判说他假扣押有理 所以海甸管理事件一半你知道意思吗 这上面地上权赢了确定赢了也没有在上诉的 没问题但是假扣押的那一件事情 他觉得连带银行跑出来变成相对人 这是有理的就是他假扣押有理 哇那地方还没那么厉害 基隆市议员也分别提出建议 有的议员希望未来官司结束后可以继续新建海申管 但是有的议员认为可以朝别的方向来规划 整合中央及地方各部会资源成为带动八斗子 甚至衔接到新北市九份整条观光廊带的核心引擎 海科馆在我们陈树芬馆馆长带领之下 这几年有非常长组的进步 我们现在每年的观光人士已经达到两百多万人 那海科馆跟基隆的深化合作 我想对基隆的城市品牌 还是对一个城市对博物馆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民众也非常关心海申馆的相关进度 那我想现在官司中海科馆也非常积极 跨部会的整合 希望把这个海申馆可以来持续完成它 让这个海科海申的整个整合 让我们这个八斗子的这个观光廊带 一路从甚至可以导引到九份的这些观光客 一路过来八斗子朝进公园 让我们中正区会因为海科馆成为一个核心引擎的发展 那我想这对我们接下来的基隆观光产业来说会非常重要 重点是一个狼带可以影响到一个产业链 经济发展面 我想我们会全力来支持海科馆 那我们也非常多的议员都非常关心 海科馆的相关进度 包含海参啊停车问题交通状况 我想我们应该积极的来协助海科馆 跨部会的整合 横向跟垂直的整合 我想我们都应该来协助 像海科馆这几年跟故宫博物院 跟海委会都有非常深化的合作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整合跨部会的资源 中央地方大家共同来努力 绝对可以让我们的海科馆 未来成为基隆的亮点新指标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